以后不集成内存了 对啊 以后是不集成内存了 Panther Lake就不集成内存了 这个斯瓦辛格 沉下去 竖的那个 大拇指 就我觉得Luna Lake就是这个东西 X86的功耗已经压不下去了 谁跟你讲呢 那不是 就Luna Lake至少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X86有救 如果你要做低功耗的话 X86还是有救的 只是英特尔它有没有救 这不好说 但X86其实是能做好的 我觉得吧 就是Luna Lake就有点像是 就是终结者里面 就是这个斯瓦辛格 沉下去 竖的那个大拇指 就我觉得Luna Lake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 就是他 他是 他憋了最后一口气 想要给你硬汗了一下 想给你装个逼 给他装成了 但是 但是他感觉像是要无了 就是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以后不集成内存了 对啊 以后是不集成内存了 Panther Lake就不集成内存了 我觉得Panther Lake还有很多悬念 你不知道 就是因为 一个是他不集成内存 当然他成本能下来很多 但是 他又用上了 英特尔的18a的工艺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 根本不知道 咋样的东西 就以我对英特尔工艺的认识 我觉得现在 咱们就不能够下定论 你现在就不要投钱进去 不要急着下赌注 因为这东西是真的不好说 以前我还想说 英特尔还挺有决心的 卧槽要搞代工厂 要自己造这个处理器 又还挺有决心 我现在真不敢说这个话 我跟你讲 就他 他什么 对吧 我们什么事也没见过 他什么拉款样没见过 对吧 等他先做出来再说 就不要先 先开香槟 我们有多少次了 我们之前 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期待他能够 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 很牛逼的东西 结果最后都对吧 都都都没有做到 对吧 这个饼都画得很漂亮 最后就饼都饼都没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 还是不要太着急 就说这个话 等到他真的做出来 再说 嗯 嗯